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建议马上转院 我们医院条件有限 多留一份 多一份危险 手术越快越好 时间紧迫 这是我和父亲到黑龙江采风的第三点 要拍摄一组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铁路照片 父亲主动要求北沃采风 并悬定这个东北的小城 没想到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前结束行程 我一定要把父亲带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哈尔滨铁路客户部中心 请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您好 我想订一张最快的去北京的票 是这样 作为职业摄影师 我拍摄全国各地的火车、铁轨和与铁路有关的风景 但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火车会在这里停靠 不知从这里乘火车到北京需要多长时间 不知他们会不会接纳一名只能躺着的旅客 但我只能试一试 因为最近的机场距离这里也有一百多公里 而且他们的支线客机承载不了只能躺着的商者 尔滨铁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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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到车站了 西瓜西瓜 是扎轮子弹变成三道鱼站台停车 客电或者车车三车 扎轮站变成三道鱼站台停车 收到10号车厢有重点旅客 列车已做好练练准备 车长明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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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车车上去把病人背上去吧 来来来来 这边这边来注意脚下 小心前面旅客让一下让一下 这边有病人 注意注意来慢一点 这个部位的旅客已经跟你们 创好位置了 你就在这吧 来 小心 慢一点 慢一点 小吴小吴 你先照顾一下 我去前面看一下 好 小伙子 我把这箱子搬过去就没了 马上马上 来吧叔 我帮你 谢谢 没事 小伙子 遇到这个事别着急 上了火车 真快呢 谢谢啊叔 都安队好了 你好 我是列车长 这个是咱们车厢冲员小屋 他可以跟你照顾病人 我想问一下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可以进食吗 可以 晚餐这块 行 我十几岁起 就带着相机 四处旅行 我喜欢火车 喜欢拍摄火车 每年我都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 辗转在中国的各大铁路线上 寻找 等待 并捕捉火车的事 这既是爱好 也是职业 但事实上 我真的很少有机会像现在这样 安静地真正地和火车联系在一起 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 上那边上 为啥呀 这边都进到了 这边刚才上了个病人 你开门再进来凉婚 好 来 餐车做了点粥 看看大爷能不能喝一口 要是不够的 我一会再送过来 好 爸 能不能喝口粥 好 等一下 晚上好 一路风雨奸程 中国改革开放 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密程 哥 你知道吗 咱爸爸要跟你去 对对对 我告诉你啊 我就得跟你去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你知道啥呀 那是没你的 你就拍大浪囤 大浪囤 中央铁路的时候 就是这一名说的节点 你不拍铁路吗 就拍渣满屯 我跟你说 我在那时候 那就可落后了 那身材变好老大了 啊 你看 你那个 再说的 你爸爸不是在那下午前吗 人手 哎 爸 你想上渣满屯 那是不是有你当年的小花啊 这怎么有小花 我就不能有小花啊 真是 真是 你妈呢 啊 叔叔 爷爷不愿意吃饭 给他喝点这个吧 我不愿意吃饭的时候 妈妈也给我喝这个 人生这条路上 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每一处拐角 都无法预测 木然壮见的下一刻 这段特殊的旅程 让我懂得生命的脆弱 世事的无常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大叔 认识了悄悄照顾我们的陌生人 认识了几个喝酒时怕吵到我们的哥们儿 认识了 认识了为我们熬州的小吴 还有忙前忙后 街站送站的列车掌 我还听说 喝AD奶 可以吃饭更香 这次两千多公里的跨越 距离最远 却离心很近 一路上陌生人的信任与成全 将我一步步带出了 人生的厄运 我继续完成着我的选题 但不同于父亲 我的镜头里不止看见改变 进步和繁荣 我还看见温暖 看见理解 看见信任 看见开放 看见包容 看见意志 看见信仰 我看见一场伟大的改变 和这变革中从容自信的人们 他们珍藏生命深处的美好 守护 信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不仅有改变 更有不变的坚守 不仅有不变 岁月 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